端午佳节将近,关于端午节的由来你知道多少呢?端午节的缘由可追溯至春秋时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位端午节,又有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粽子节,等别称。 以下为你介绍三个关于端午节的传说故事。 一,端午节的传说故事,爱国诗人屈原。 相传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位爱国诗人,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忠心爱国,为国为民。 不料楚王听信奸臣觐见的谗言,向屈原流放驱逐,在流放期间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 为楚词中最著名出色的作品代表,也因为遭流放,屈原内心失望,悲愤不平,于是报时纵身投入密罗江。 楚国百姓得之后悲痛万分,纷纷主动致密罗江调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百姓们划船来回在密罗江上打捞,只希望能寻回屈原的身体。 为了不让屈原的身体被江里的鱼虾吃掉,特地准备了竹叶包入米食投入江中。 从此演变成端午节花龙舟吃粽子的习俗,用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二、端午节的传说故事《白蛇传》,传说在宋朝时,有两只修炼已久的蛇精。 法术高强可变为人形,分别为白蛇白素贞与青蛇小青。 两蛇在下山游玩期间巧遇前世的救命恩人。 白蛇为感谢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决定化为人形接近许仙并报答安情。 许仙见到由白蛇化为人形的白素贞便已见钟情,结为夫妻。 某日金山寺的法海和尚路过,见许仙身上散发妖气。 这才惊觉许仙的妻子白素贞并非人类,而是修炼千年的蛇妖。 说服许仙在端午节时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在屋内洒雄黄让白蛇献出原形。 看见妻子原形的许仙被吓得卧病不起,白素贞为了救丈夫许仙,冒险前往仙山盗取仙草。 此时许仙则被法海和尚拐骗至金山寺并软禁起来,白蛇与青蛇一同前去营救与和尚法海大刀法。 一时之间水漫金山寺,白蛇法力不敌法海和尚战败了,最后被法海和尚用金波罩柱震在雷锋塔下。 如此凄美的仁舌炼故事,造就了端午节和雄黄酒撒雄黄等辟邪的习俗三。 端午节的传说故事,孝女曹和,故事源自东汉,东汉时有位孝女名为曹和。 曹和的父亲溺死于江中,多日都遍寻不到尸身,心急如焚的曹和,无论白天黑夜都沿住江边,边哭边寻找自己父亲的尸身,就这样过了十七天后。 在农历五月五日也投江,五天后曹娥与父亲的尸身合抱扶起,乡民们深受曹娥的孝心感动,便群起祭拜,也因为是在农历五月五日投江。 从此变成了端午节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